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深度节目 在刚结束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 改编自史蒂芬 经作品的《查克的生活》 荣获观众选择奖 这一奖项被业界视为奥斯卡奖的风向标 让人对这部影片充满期待 尤汤姆·希德·勒斯顿主演的这部电影 讲述了一位普通人在末日灾难中挣扎求生的故事 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 展现了人性、希望和勇气 尽管该片尚未找到发行商 评价却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 但观众的热情却不断高涨 令人惊喜的是 这部影片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脱颖而出 赢得了观众的心 其导演麦克·弗兰根曾以改编金的其他作品闻名 而这次的成功无疑将其推向全新高度 除了《查克的生活》 本届电影节还有其他家作如 《艾米利亚·佩雷斯》和《阿诺拉》分别获得亚军 还有最佳纪录片的《悲剧性嘻哈》 《五彩牌》等作品同样引人注目 这些影片不仅在影评界引起热议 更在观众中激起强烈的共鸣 总的来说 《查克的生活》不仅是一部电影 它是一种情感的传递 让我们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 随着这部影片获奖后的期待 我们不禁想知道 未来它会如何在影坛上发光发热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刚刚落幕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 一部名为《查克的生活》的影片 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荣获观众选择奖 这部电影由明导迈克·弗兰根指导 改编自恐怖小说大师史蒂芬 金的作品 汤姆·希德·勒斯顿 在片中担当主演 饰演查尔斯·查克·克兰茨 一位在末日灾难中挣扎求生的普通人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观众选择奖 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奥斯卡奖的风向标 这一奖项常常预示着影片在讲记中的走势 自2012年以来 观众选择奖的得主频频在奥斯卡上 获得最佳影片提名 今年的胜利者扎克的生活也不例外 虽然目前仍在寻找发行商 但在《多伦多》的亮相 已经为他赢得了众多的期待和关注 从《多伦多》传来的评价虽然褒贬不一 但观众对这部充满希望的剧情片显然十分喜爱 扎克的生活的成功并非偶然 影片中的查克是一位平凡的会计师 却在面对末日的情境下 展现了非凡的毅力和勇气 导演麦克·弗兰根曾经改编过多部史蒂芬金的作品 如《睡眠医生》和杰拉德的游戏 他在恐怖片领域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 然而 这次他选择了一个更为温暖的故事 讲述了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过程 影片中除了汤姆·希德勒斯顿的出色表现 还有马克·哈米尔 齐维特尔 爱吉福 卡伦·吉兰和雅各布 特伦·布雷等明星的亲情演出 他们的表现为影片增色不少 在《多伦多》的放映中 查克的生活不仅仅是让观众感受到末日灾难的紧张氛围 更是一部深入挖掘人性和希望的作品 查克在面对一连串的灾难时 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 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深深感染了观众 许多观众表示 这部电影让他们重新思考了生活的意义 并激励他们在面对挑战时不放弃希望 查克的生活并不是今年《多伦多》电影节上唯一闪耀的作品 《亚军》是两部在五月的坎城电影节首映的影片 第一部是亚克·奥迪亚的《艾米丽亚·佩雷斯》 一部结合犯罪与音乐的喜剧电影 第二部是肖恩·贝克的《阿诺拉》 这部关于性工作者的喜剧剧情片 更是在坎城获得了金棕驴奖 此外 最佳纪录片奖颁给了麦克·唐尼的 《悲剧性摇滚》《五彩牌》 《午夜疯狂单元》的奖项则由《物质·斋德》 这部影片由戴米·摩尔和玛格丽特·夸丽主演 扎克的生活在《多伦多》的意外胜利 也引起了影评界的广泛关注 《每日野兽》的尼克·沙格形容这部电影既甜蜜又恐怖 而好莱坞报导的麦克尔·雷赫斯法则认为 与弗兰根的其他恐怖作品相比 这部电影虽然是个奇特的选择 但却不太理想 这样的评价反映了影片 在恐怖与甜蜜之间找到的唯妙平衡 在获奖公告后 史蒂芬·金也在社交媒体上对这位黑马 获奖者表示祝贺 他写道 我为麦克·弗兰根和他才华横溢的演员团队 感到无比高兴 这样的支持无疑为影片增添了更多的光环 查克的生活 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 过去几年获得观众奖的影片 如绿皮书 大娱乐家 小丑兔和美国小说 无一例外都在奥斯卡上获得了不俗的成绩 这也让查克的生活 成为了未来奥斯卡奖项的有力竞争者 这次电影节的亚军亚克·奥迪亚的艾米利亚·佩雷斯 在坎城电影节上首映后 凭借三位女主角左依萨尔达纳 卡拉·索菲亚·加斯孔和塞莱纳·戈麦斯的出色表现 成为了影迷们关注的焦点 第二名亚军肖恩·贝克的阿诺拉 则是一部关于性工作者的喜剧剧情片 这部电影在坎城电影节上获得了金棕旅奖 表现同样出色 其他获奖作品还包括由戴米·摩尔主演的恐怖片《物质》 该片在《午夜疯狂》单元中获得了最高荣誉 以及音乐纪录片《悲剧性摇滚》《五彩牌》 该片在纪录片单元中获奖 这些奖项的颁发 正值今年威尼斯电影节的金师奖 颁给了佩德罗·阿莫多瓦的首部全场英语电影《隔壁的房间》之计 让人对当前的电影界充满了期待与兴奋 《查克的生活》 这部影片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情感触动了观众的心灵 影片讲述了一个关于生命、死亡和存在的故事 通过查克这个角色的视角 观众得以探索生命的意义 影片中有许多感人的瞬间 让人不禁思考自己的生活和选择 例如影片中有一幕查克在回忆过去的时候 与家人共度的温馨时光让人感受到家庭的珍贵 这些细腻的情感描写让观众在笑声中流下泪水 深刻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与脆弱 随着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落幕 影迷们期待着这些影片能在未来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大放一彩 无论是查克的生活还是其他获奖影片 他们都在这个盛会中展现了电影的力量 让人们在光影中感受到生活的真谛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扎克的生活在此次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 成功荣获观众选择奖 这一奖项被世卫秋季电影节中最具声望的奖项之一 该电影改编自著名作家史蒂芬金的作品 由迈克、弗兰根指导、汤姆、希德勒斯顿主演 讲述了一位名叫查尔斯、查克、克兰茨的普通人 在末日灾难中挣扎求生的故事 其他主要演员包括马克、哈米尔、奇维特尔、爱及福、卡伦、吉兰和雅各布、特伦布雷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观众选择奖励来被世卫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可靠预兆 自2012年以来 每一部获得该奖的影片均曾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 去年获此殊荣的《美国虚构》也成为主要的奖项竞争者 这更加显示出扎克的生活获奖的重要性 然而尽管该片在多伦多获得了观众的热爱 仍未有发行商目前上在寻找买家 可能会在今年秋季迅速推出 也可能延迟至2025年才上映 电影的情节不仅限于末日灾难 更深刻地探讨了人性、希望和勇气 在影片中 扎克面对一连串的灾难 仍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 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深深打动了观众 在多伦多的放映中 影片被观众评价为充满情感共鸣 观众们不时发出笑声和泪水 这种情感的共鸣让人感受到电影的力量 许多人在观影后表示 这部电影让他们重新思考了生活的意义 并激励他们在面对困难时不放弃希望 此次观众选择奖的竞争非常激烈 亚军影片包括 《雅克》、奥迪亚的《艾米丽亚》、佩雷斯 和肖恩、贝克的《阿诺拉》 这两部影片均在5月的坎城电影节首映 并在坎城电影节上获得了不同的荣誉 此外 最佳纪录片的观众选择奖班给了 麦克、唐尼的悲剧性嘻哈、五彩牌 而午夜疯狂单元的奖项 由科拉利、法尔热的《物质》获得 该片由戴米、摩尔和马格丽特 夸利主演 扎克的生活不仅在多伦多 获得了观众的喜爱 还得到了影评人的高度评价 《每日野兽》的尼克、沙格 形容这部电影 既甜蜜又恐怖 而好莱坞报道的麦克尔、雷赫施法 认为与弗兰根的其他恐怖作品相比 这部电影 虽然是个奇特的选择 但却不太理想 尽管评价褒贬不一 影片却成功地在恐怖与甜蜜之间 找到平衡 吸引了广大观众的关注 此次获奖后 史蒂芬 今在社交媒体上 对弗兰根和他的演员团队表示祝贺 称他们的胜利令人高兴 这种支持进一步提升了影片的声誉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结束 也意味着电影界新一轮的竞逐即将展开 影迷们充满期待 希望查克的生活和其他获奖影片 能在未来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大放异彩 这些影片不仅在影评界获得高度评价 也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共鸣 展现了电影的巨大力量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为查克的生活鼓掌一下吧 这部电影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 荣获观众选择讲真的事实至名归 首先 这部电影改编自史蒂芬金的作品 史蒂芬金可是恐怖小说界的泰斗 他的作品改编电影总是让人迫不及待 更重要的是 汤姆·希德·勒斯顿的演技实在是无可挑剔 他那个忧郁的眼神 简直能把末日的绝望和希望同时展现出来 还有 大家知道吗 自2012年以来 获得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观众选择奖的影片 都曾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 看来查克的生活也并非仅仅是一匹黑马 而是冲澳的有力竞争者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哎呀 咱们今天来聊聊扎克的生活 这部电影最近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 可谓是大放异彩 拿下了观众选择奖 这个奖项可不是随便拿的 历史上得奖的电影差不多都在奥斯卡上获得了提名或者大奖 所以说这次扎克的生活可是冲着大奖去的 影片改编自史蒂芬金的小说 讲述了一个普通人查尔斯 查克克兰茨在末日灾难中的生存故事 由汤姆·希德勒斯顿主演 导演是麦克·弗兰根 没错 就是那个拍出鬼入侵 海尔之家的弗兰根 电影里还有马 哈米尔和奇维特尔 爱吉弗等大牌明星 这个阵容绝对不输给任何大片 虽然电影在电影节上的评价褒贬不一 但观众们反应热烈 这说明电影确实打动了人心 片中扎克面临一系列灾难 但他始终保持乐观和对未来的希望 这样积极向上的态度感染了不少人 特别是在这个大环境下 大家都需要一点正能量 再说说竞争对手吧 亚克·奥迪亚的艾米利亚·佩雷斯 和肖恩·贝克的阿诺拉 分别夺得观众选择奖的亚军 和季军 这两部影片在今年坎城电影节上首映 也是备受瞩目的作品 特别是肖恩·贝克的阿诺拉 已经拿下了坎城金棕榈奖 可见其影响力 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每年获得观众选择奖的影片 在奥斯卡上几乎都会有所斩获 像绿皮书、维奴十二年 这些电影都曾获得过这个奖项 最终在奥斯卡上大放异彩 所以说扎克的生活未来的前景相当可观 至于最佳纪录片的观众选择奖 颁给了悲剧性嘻哈、五彩排 讲述了嘻哈音乐的起起落落 而《午夜疯狂单元》的最佳影片 由《物质》获得 这部恐怖片由戴米·摩尔主演 口碑也是相当不错 扎克的生活 不仅是一部关于末日的电影 还深刻探讨了人性和希望 电影中的扎克在面对各种困难时 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 他的故事让观众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 在面对挑战时也能找到勇气和力量 总的来说 《多伦多电影节》给了扎克的生活 一个很好的起点 接下来就看他能否在奥斯卡上 继续发光发热了 无论如何 这部电影已经在观众心中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期待他未来的表现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